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关于汇丰 近期传出了暂停受你非香港居民申请信用卡 这个消息都在社交媒体上发酵 亦有个别的报道 不过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是如何 因为只有汇丰方面一个模糊的回应 我们看看报道如何 我们看到星岛建制的星岛日报有比较详细的报道 我们引述他的说法 8月1日起 原来汇丰传出暂停接受非香港居民申请信用卡 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用户 过期不找卡数 汇丰否认不接受非港人申请 就说之前汇丰的客户 可以无需入息和工作证明申请信用卡 但有关市场推广已经结束地说 汇丰发言人说 一直以来 该行都是接受非香港永久居民的信用卡申请 不过除身份证明之外 客户还需要缴交香港入息证明和有效期的受聘合约 至于汇丰卓月理财客户 只需要符合有关资产要求就可以作出申请 而之前汇丰曾经短暂为部分符合资产要求的 汇丰的客户提供免入息和工作证明的申请豁免 但是这间银行 汇丰都会不时调整信用卡申请政策和申请要求 而这个市场推广安排现在已经结束了 即是说 现在可能在说的是 关于汇丰卓月理财客户 之前只需要展示资产要求就可以申请信用卡 现在就需要更加详尽的 即是好似其他非香港永久居民的信用卡申请一样 要提供免入息和工作证明的申请豁免才行 星岛亦有引述消息 据了解过去内地居民在香港搞汇丰ONE的帐户 在储蓄户口中进入了一万元 就可以申请汇丰RED或PULS的信用卡 就不需要提交其他文件 而网上传闻就是 一些内地客户和汇丰的 网上客户服务对话的截图 汇丰的客户服务就说 8月1号戏暂停非香港居民信用卡申请 亦都有内地网民就说 居存是因为大量预期不还钱 所以搞成这样 星岛都说 事件引起了两地的网民讨论 内地网民就说 罪魁和首不断鑽研规则 逃取少利益的羊毛党 令到银行收紧审批 亦都嘲讽羊毛党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最后的羊毛都不能够被他挂倒 卡的规则已经改变了 玩得头痛 亦都有人调笑 就说 你要尽快到其他香港银行申请信用卡才行 都是信银香 即是中信银行 简单粗暴直接反言 上车趁早 而根据汇丰的网页显示 香港永久居民 要使用汇丰做出量户口的客户 才可以申请信用卡 不需要提交任何证明 如果申请人没有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就需要提供护照副本 和最少9个月有效期的受聘合约 同时都要交收入和入息证明 这个就是星岛报导的情况 其实汇丰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最后就说 是需要提交入息证明和有效期的受聘合约 即是说 现在应该 如果看到汇丰的回复 应该是针对 之前的卓越理财客户的免入息申请 因为它只要出示到资产证明 开了户口入1万元 信用卡的签帐 可能会超过1万元 而超过1万元 而最后 真的转到爆了 然后找不到他 地址又搬了 追不到数 这件事可能会不会真的发生了呢 那汇丰没有公布 亦都看不到 不知道 因为汇丰没有公布 亦都看不到 一些财经报章 可以认述到汇丰的内部消息 就告诉大家 是否真的这样呢 似乎 汇丰都很担心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都不敢说 但是 其实呢 亚虎财经都在8月3号 都有一篇跟进 就说 咦 这些内地客户走数的情况 其实在美国都发生过 美国银行曾经亦都中招 因为有小熊书的用户 在几个月之前 都曾经自爆 在美国留学三年之后 滴爆了三张信用卡合共 拿了14万美金 一百零九万港元 就正式回到中国 走路了 不会再回到美国了 逃离美国 小熊书标题 就是 水用卡拆了一百万 一百万 逃离美国 大学毕业要跑路了 家人们 走之前拆了国家银行的水用卡 Personal Business Card 总共14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仅有一百万 再者里要感谢Chase 大通银行 花旗和美国运通 感谢三年陪伴 虽然你们的银行服务真的很好 你们的银行服务真的很好 可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和自己振兴华夏的使命 让用者一生的第一统金回去给祖国 添砖加瓦 同时也可以作为给美帝国主义的一技重拳 给美国资本家的最后一个教训和 去到美国留学 拿到美国的大学沙子 毕业证书文贫 没有觉得受益于美国的教育 反而利用美国的信任制度 借着银行的信用卡插爆 定式地逃离美国 他这一世应该不会再去美国 他是有出示到逃 看到他确实有一些信用卡在手上 这个做法当时已经引来很大的震撼 当然有些中国人认为 是用资本主义打败资本主义 也有人认为14万美金欠款 是在三间银行 对金融机构来说可能比较小事 也有人认为他骗了百万人民币 很值得 因为美国破产纪录只保留七年 七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汗 虽然信用评分就会很低 但也有人认为 你这样做是一个花式原库 也是一个拆流量的做法 可信性是否令人怀疑呢 更加多是担心中国人在国际之间的声誉 这个小龙书账户 不久就已被注销了 也有人认为 要将这一篇文章 翻译成为英文 在Twitter 即是现在X那里 发布 这一篇文章 但如果您以内地 过去这几年 即是在消费贷的经验 即是内地很多人都在花贝 借贝 诸如此类的一些内地 小额贷款平台 也是借爆 到最后就是还不到钱 这些情况 在内地也有发生 而更加极端的例子 就是将房贷 转移给一些不介意破产的人 这些操作在内地 在过去几年是层出不窮 因为经济的放缩 债务的高企 以及收入的下跌 也都令到很多人 生活很困难 使用卡经常借爆 而内地就没有破产 成本变成失信人 背着一个落孕 但依然在内地 是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说在有破产的 一些其他地方国度 特别你去到美国 读完书 如果一心想回去 内地发展的话 确实真的可以这样做 因为以现在中美的 法律的互认协议 即使美国的银行想追溯 但中国方面会不会是协助呢 正如 美国过去也就着 譬如有些黑客行为 或者有些违法行为 追缺一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